編哥將這件事預實地說出來 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這個也是最重要的 今年的時間 我同事跟我說他在工作以外有些困擾 我自己坐下來有機會跟他談 在矽間我跟他有些感情上分享 我當時有些一時的感性 我曾經有說過對他有好感 在這個說話說了之後 在那個環境下 我想強調我不是想向他示外 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我沒有追求過我這個女同事 因為我沒有做過任何的行動 送花這樣的行動去追求過我同事 事後其實我知道他覺得我這樣是向他示外 其實我之後向了他道歉 他又說9月有一次他想約辦事處兩位女同事吃飯 但其中一位決定不去 他再打電話邀約投訴人 相信因為這樣令到對方覺得他再次示愛 他說早在7月雙方在工作上已經有爭吵 9月23日女事主不肯出席一個會議 金乃威認為她工作態度有問題 第二天口頭解僱她 金乃威說自己無意示愛 所以過去兩天一直否認 她覺得自己並沒有說謊 亦都不會辭職 我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我亦都作為一個新任的立法會議員 我只是說經一時長治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給我一些空間 我接受今次的調查 我會繼續做好我自己工作上的本份 我會做好工作上的本份 我會堅持 我想說 簡單來說你就是不辭職 是否這樣說 沒錯 近幾日一直向外披露內情的譚香文 承認是她向報章證實女助理的身份 不過未得到事主授權 她說自己是憑良心做不是博出位 林妙欣報導 連一來譚香文都代女事主指證金乃威的確有事愛 又披露女事主找過哪些部門投訴 譚香文接受電話訪問時承認 女事主其實沒有叫過她這樣做 我想說一句 她沒有授權我去說任何事 我只是發自我自己的良知去說這件事 有報章通過她確認和公開了女事主的身份 譚香文有這樣的解釋 這句打到來說是不是XX 難道我可以說不是我可以說謊嗎 我覺得你們傳媒已經知道是誰 不是我去洩漏是誰人的名字 據了解女事主星期一已經叫譚香文 不要再說這件事 譚香文否認自己是博出位 又說是本著良心幫女助理 我不是為了博任何的出位 這位府主是受選 而各位仍然有人抹黑她 我才出來說話 我只是為公義去做事 並不是傳媒所指 我為鋪定路補選 我去選港島區 我無意選舉 在港島區那裏 我所說的是這麽多 多謝你 一星電視記者林妙欣報道 有光纖之父之稱的前宗大校長高坤 獲得今天